為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季賢 我是洪書芬 歡迎收看夜問打拳 昨天我們講到 綠營政治人物的嘴臉 哪一種嘴臉呢 就是完全執政吃喝保證的嘴臉 從江春南酒駕 跟立法委員赴日狂歡競相團 這樣一個前方吃緊 後方緊吃的 這種種種匪夷所思的作為 為什麼說前方吃緊 我們看太平島這件事情 蔡英文的政府到今天為止歸縮 什麼事都不做 可是我們之前我們獨家爆料 美國的華僑 他們在華盛頓郵報刊登的廣告 昨天他們正式登出來了 這是英文版的 然後還有一個中文版 他們華僑 愛國的華僑 湊了一些錢來登廣告 為什麼不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來湊錢 好 蔡英文政府有沒有閒著 沒有 剛剛淑芬幫我們調到一個資料 這是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8月3號最新的公文 馬上去給登太平島的漁船了 已經要約談他們了 說你怎麼可以去捕魚 他們自己抓幾條魚來吃也不行 已經正式顯然要開罰 這就是蔡英文 前方在吃緊 太平島倒電成膠 結果他後方警示 對自己人下手 蔡英文製造危機的能力跟效率 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俗芬 首先歡迎今天來助球的來賓 鄭祝平任務員董之聲 大家晚安 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前立法員林玉芳 大家好 資源媒體人鄭世成 之前俗芬 大家晚安 鄭祝平任務員唐惠玲 我們會對他們要求太高了 其實他們這個團 我們是不是誤會 他根本本來就是 到日本的鏡像團 本來就是旅遊團 狂歡團 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事實上我們還有袋子 看一下 國會日本行最後一天 蘇嘉全帶著剩下的立委們 和剛選出來的東京知事 小池百合子會面 但是看看大合照中 似乎少了不少人 到晴空塔參訪 人又變得更少了 三排人變成兩排 國會團訪日23人 回國的卻只有9人 人還沒出來 大批戰利品先出來 到底剩下的立委去哪裡 去觀光還是談合作 低調 低調 再低調 蘇芬 為什麼會說 該走的行程走了嗎 該回來的沒回來 行程沒有走 很多人都沒有去 但該回來的 很多人都沒有回來 但是不該去的 拚命抓人去 拚命要去 好 我們就先來看到 蘇嘉全所帶領的22立委團 那麼四天的行程 訪日行程 但是最後一天 怎麼人越來越少了 因為每到一個地方 總是要拍一張合照 但是怎麼人好像 奇怪 越來越少了 最後一個行程 就是去訪問了 拜會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 那麼小池百合子 是跟剛剛上任的 東京都知事 但是很奇怪 在這合照當中 就少了四個人 少了誰 少了蔡啟昌 趙天霖 邱志偉 跟江啟成 其中這邱志偉四天行程 據說才出現了一天 其他三天到底在幹嘛 江啟成是因為他 有本身公務在身 他要去談的 包含了其他的 台日的農業相關的協議 因此他就沒有出席 在最後一個這個行程當中 但是這會不會太失禮了 本來就是立委團 要來拜會東京都知事 但是為什麼少了這麼幾個人 難道是看不起他嗎 來看到 雖然這個人是越來越少 但是回到台灣之後 沒想到少得可憐 本來這一團是23人的立委團 但回國之後 居然只剩下9個人了 人是變少了 但是東西沒有變少 大包小包的 買了還不少的東西都回來 為什麼人變少 包含了蘇家泉 他去了北海道大球去了 直接從東京就飛到了北海道 而另外這個何鮮醇 他人也不見了 不過這個蘇家泉他有一套說法 他說因為立法院修會 所以帶著小孩或是家人 這是無可厚非 而且他認為說 這一次的整個行程當中 只有1%的小瑕疵而已 但是媒體人黃創下就說了 他們在野的時候 都是反特權的人 但是他們現在當權了之後 難道就因為想了這些特權嗎 是因為他們不甘心 自己享受不到 該回來的沒有回來 但是該不該去的 硬要去 志賢 奇怪 記不記得去見楊黛剛的時候 因為那個房間 只能夠塞幾個人 可是硬有40個人要擠進去 很多人報表 為什麼去見東京都知事 人數變少了 永平這是第一個疑惑的事情 第二個 你也在公職很久了 團進團出 立委的公務行程 團進團出是不是必然應該的 民進黨綠營人士 打起國民黨來不手軟 什麼樣難聽的話 都可以罵得出來 可是一旦他一招得到 拿到了政權 他做的是連國民黨 在做執政黨的時候 國民黨執政黨的立委 都做不出來丟臉的事情 大家回憶看看 過去八年是不是國民黨執政 立法院國民黨是不是多數 而且多數的情況 是不是比民進黨的人數優勢 還要多 大家回憶起 想一想 過去八年的國民黨多數的 立法院院長所帶的團 有沒有這樣丟人現眼的 變成一個競箱採購團 有沒有 然後有沒有國民黨的 從院長 副院長 尤其這一次 最惡劣的就是他這個帶頭的 蔡奇昌 他自己副院長 家人 小孩通通一巴打包去 然後現在看起來 連蘇嘉全院長飛到北海道 也是跟家人去玩 所以這個叫做 訪親巡有採購團 但是你訪親巡有採購團 你怎麼可以用國家的公帑 你說什麼這個叫瑕疵1% 真的聽不下去了 其實真的想到這一點 我就想到蘇嘉全 當初我們大家在打他那個 農舍風波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他自己做過內政部部長 自己做過屏東縣縣長 結果 農委會主委 結果完全自己的農舍 全部違反規定 蓋了一個豪宅 裡面用了9個以上的冷氣 當時大家就講說 這個傢伙怎麼會卡油 卡成這樣子 怎麼會執法犯法到這樣 結果當時沒有把他選為副總統 結果沒有想到蔡英文執政了之後 酬庸他不是副總統 但是立法院長也夠大了吧 當年最惡劣的這種 執法玩法還要硬拗的 這個難看的嘴臉 現在活生生的在我們面前 由這次蘇嘉全院長 所率的購物房友 這個就佔日僑便宜 然後弄我們納稅人的錢 的原型全部揭露了嗎 我想請問一下 裕方委員 您過去長期擔任 立法院的委員 有沒有過 您去外出去參訪之後 不團進團出 然後結束以後 然後就留在那邊隔制 就地解散 然後重來這個團 號稱22個人 從頭到尾沒有一天 是這個22個人湊齊過的 有邱世偉從頭到尾只出現 一天的 然後不該去吃的都去吃了 有沒有這樣子過 而且他們不認為這樣是錯的 人家帶團我參加了 其實不多 我自己帶團 人家來參加我的團 大概說我想要超過20次 我跟你講 我的規定是很簡單 所有的公務行程 從頭到尾 每一個人都不動散 都要完成 完成公務的行程以後 你可能結束以後 你要到別的地方去 譬如說你可能要轉機 到另外一個國家去 那個機票費你自己要付 因為我們只有付你 譬如說像這種團 台北東京 然後東京回台北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比較需要注意的 一件事就是說 這些公務的行程的時候 有沒有人溜掉 我相信有 已經勸了 這個溜掉 這個就是非常不應該的一件事 這些行程究竟是什麼 我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什麼 所謂的行程 除了吃飯 然後去看小池白盒子 其實他再大 他就是地方官 其實國會議員出去 主要看的是國會議員 尤其內閣制的國家 國會議員往往是身兼部會的首長 你看哪些大人 我安倍的弟弟 我跟你講 安倍的弟弟我也看他五六次 幾乎只要他來台灣常常來 我們這些國會議員到日本去 大概都會見得到他 我要問你 有沒有看到重要的部會首長 你有沒有跟他們 台南蟲子鳥交的問題 我們的漁民 你們怎麼可以對待我們 有沒有跟他們抗議 特別你屏東選出來裝瑞雄 你到現在為止 我真的還看不出 你替那些漁民們做了什麼 我真的不曉得 你有沒有借這個機會 告訴日本人 你不應該用這種態度 對付我們的漁民 在沖之鳥交的公海上捕魚 我都沒有看到 他們拜會哪些重要的官員嗎 我到現在我都沒有看到 我看到就是胡鬧而已 你要看楊志剛打球 幾十個要急去 人家放不進去 這叫做丟人現眼 丟到國外去了 人家沒有這樣子 讓你幾十個人可以湧進來的 事實上 唯一到目前為止 一個比較重要的行程是 蘇嘉全帶著衛福部 台灣人民的捐款2455萬 去捐給日本的雄本震災 其實不是他自己的功勞 就是老百姓捐的錢 給你這個當作伴手禮 讓你好去玩弄 結果他講了什麼 他說日本笑 台灣就笑 台灣哭 日本就哭 所以我們就好像 家人親戚朋友一樣 他沒有講這件事 他抓你的漁民的時候 索烤烤起來 用回日本的本土 撥光衣服全身瘦一遍 再丟掉禁閉室 然後再跟他要錢 罰了他176萬的時候 請問你蘇嘉全你在哪裡 這些漁民們 你的小琉球你當過縣長 小琉球的漁民 東港的漁民到太平島去 來回12天這麼辛苦 回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歡迎他們 而且你這次你自己也當過 努力的主委 他用追殺令歡迎他們 剛才漁業所的公文都來了 台灣的軍日版已經夠了 太慷慨了 看看今天台東的 復原的狀況好不好 包括蘭嶼復原的狀況好不好 我們台灣有這麼有錢嗎 拿2000多萬去捐給他們嗎 我們自己的災民呢 蘭嶼 慧玲 請問你 我們2455萬 蘇嘉全拿去捐給日本人 當作他的伴手禮 讓他有面子 然後賴清德跟陳菊 去訪問日本的時候 又代表高雄市政府 跟台南市政府 我捐了2億日幣 可是他們對台東的災民 沒有捐任何錢 然後這樣馬不停蹄 要去討好日本人 結果日本人對我們很好 剛剛委員講 他不停的抓我們的漁民 上手銬 要罰款 沒有錯 你看蘇嘉全說 這次訪日 最令人感到開心的 就是聽到 小池當選東京都之士 而且能夠當面會談 我們看到日本人的時候 那個不是我們 對不起 是民進黨政府這些官員 這些立法院長 看到日本人那種 卑躬屈欺的嘴臉 我真的覺得 你只要拿出 你向對岸大陸 要尊嚴 要對等的 十分之一的精神 拿出來對日本就好了 因為當你今天一昧的 去慘媚日本 慘媚美國的時候 對不起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的主權不斷在流失 你真的認為日本人 是非常可靠的嗎 我跟各位觀眾報告 這個日本新進任命的 這個防護大臣 叫稻田彭美 這一位稻田彭美 他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時候 他認為第一個 他在還沒有當大臣的時候 他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 第一個不存在 第二個在戰時的時候 要爭慰安婦是正當的 然後多次的去參拜靖國神社 然後說他們日本的男孩子 去當兵 那才是訓練他靈魂 成為茁壯的男人的 一個必經的過程 他是一個完全的一個 我的意思是說我舉他來講就是說 日本人講的話能相信嗎 日本人是怎麼對待我們台灣人的 光是在日本正式的記錄裡面 研究所的報告 就已經講了台灣有40萬人 死在日本人的手裡 今天你一昧的 卑躬屈欺的結果 人家不但不會給你任何好處 人家還會誤以為 現在還在二戰時期 我們還在被殖民 所以他給你要任何好處 他不給你任何應該有的好處 都是應該的 這些人吃相會不會太難看 會不會吃得太無所謂 其實他也不在乎我們罵他們 繼續 我們已經罵了 大家已經罵了兩天了 該買的繼續買 蘇嘉全去北海道 打球的繼續打球 他有提早回來嗎 有嗎 沒有 他每天在罵別人黨城 我看這些人有錢得很 花別人的 什麼叫蔡其昌 都帶去了五四其昌 全帶去了 是啊 你看到了 真是不可思議你知道嗎 送給日本要2455萬 結果剛好最近要罰我們的移民 三艘船每艘15萬 吳敦麗 副總統說我來出 對 很多人覺得真是有氣皮 但是你把他對照的話 你這個是什麼態度 你可以看到一個政府 是怎麼樣態度 我可以罵這個政府 我不是國家養大的 我可以罵他 你看這些人 真是讓人家看不起 就是在這裡 會不會太可恥 太可恥了 什麼叫 不是進香團 是盧財團 去進貢 進貢團 他們這些人 分五婆你知道嗎 從各地方去 不是一團進 不是一團氣 所以我們的助力代表處 就變成旅行社 每天來接送 就真的是這樣 變成地培 每天到機場這樣跑來跑去 所以人手都不夠 然後吃飯的時候大家都來 有記者寫 後來姚文芝很不爽 姚文芝把記者找過來 那個記者是聯牙報記者 你怎麼可以這樣寫 我們又不是順便來吃飯了 他說這樣 是啊 你們吃飯大家都來 真正有一些行程 人都不見了 然後你看剛剛林玉芳委員提到 這40個人 這40個人本來人家安排 少數立委可以進去 他們硬要進去 跟他講這樣不聽了 而且撩下一句話 他講說你們能不能少一點 建楊帶綱的時候 是 建楊帶綱的時候 撩下一句話 我們一個都不能少 那種時候很有氣 對 一個不能 結果進不去 後來就見不到了 什麼都沒有 誰都不能得罪 是 因為每個人都要跟楊帶綱 拍一張照片 然後回來 娇琪妻妾 就這麼回事 沒有 那個妻妾已經帶去了 沒有 其他地方還有 娇琪 莊角 可是最可恥的是什麼你知道 蘇嘉全 他這次在外面講了兩句話 第一句話今天中二十八做很大 說這是我們台日關係 向前跨一大步 跨一大步 你笑死人 在日本被人家笑死 在台灣被人家罵 然後第二個他見到日本人 他說日本對台灣幫非常大的忙 哪裡 是 他幫什麼非常大的忙 剛好我們擠出來光這一些 移民受他的欺負 而且他們的亭長 海牙的亭長 他還找四個仲裁員陪他一起審 然後把太平島變成交 就是他們幹的好事 日本對欺負台灣從不手軟 然後我們拿錢給他 一拿再拿 然後我們自己台東的災民 沒有人嗷嗷逮捕 沒有人理他 我們今天看到民進黨政府 他的執政就是這一副模樣 怎麼會讓人家看得起 所以我說他是奴才團 奴才團 我接受你的更正 這真的是不是競槍團 是奴才團 事實上我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日本鬧出這樣的 外交上的笑話 國際笑話 可是其實蔡英文的政府 其實真的是很辛苦 很忙碌 他們在台北還要演出 另外一個國際笑話 這一次是演給新加坡看 因為另外一個前線戰場是新加坡 新加坡對我們中華民國的邦交 何等重要 可是他光是用一個酒駕男 立刻就讓我們兩邊的關係 快要破功了 然後立刻讓新加坡快要崩潰了 這次真的是丟臉丟到了國外去了 來看到就是江春嵐 昨天我們也在節目當中有講到 就是因為他酒駕之後 那麼要到新加坡去旅行 但現在會不會生變 好 就來看到 今天外交部的門口 出現了曾鈺慈的母親 他是誰 就是三年前 因為酒駕被撞死的這一個人 他這個學生 他就是柯文哲的學生 他今天媽媽到了外交部去抗議 他說他真的看不下去了 為什麼 他說酒駕的人 怎麼還能夠到新加坡去旅行 他要求要撤換 新加坡代表江春嵐 但是外交部長李大維說了 目前助興任命是不變的 但是將會依照 全案的司法偵查的程序完成之後 然後就可以復任 現在這個司法的程序 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已經到檢報那邊 整個程序其實已經走完了 現在就等這個通知書 通知書大約是10到20天的時間 那麼等到之後 他可能就是罰個錢 那麼有可能他就回來聽個 道安講習這些結束之後 這事就沒了 但是整個事情 引起了國際非常大的反彈 包含新加坡的海峽時報就報導 他說引誘的台北媒體 台灣媒體的分析指出說 酒駕事件恐怕會讓江春嵐的 外派受到的阻礙 這篇的報導當中 最後還提到了 這個事件會看酒駕事件的 發展後續而定 可以說是丟臉丟到了新加坡之前 司成大哥 你記不記得 之前謝長廷的兒子謝維中 是 酒駕 他乖乖就在看守所 警察講 警察都講 他們移送了幾百個幾千個案子 你酒駕 晚上的酒駕 誰敢去潮行檢察官半夜 潮行檢察官說 你趕快來弄 有人要怎麼樣 要出庭 檢察官晚上不用睡覺了 誰理你 你就是乖乖在看守所 等到天亮的檢察官來上班了 結果江春嵐這個酒駕男 了不起 了不起 我跟你講 他四個小時 檢察官趕快來小跑步 趕快來辦好 讓他走 因為那天我就躲在 檢察官這個床底下 我有看到整個情況 他一面睡也就說 什麼酒駕丑 不要吵我了 報告是江春嵐 我醒了 我們趕快辦吧 你現在有個酒駕的代表 到新加坡來 自己辦了法 你還問我派來好不好 是你白目 還是我白目 什麼酒駕丑 不要吵我了 報告是江春嵐 我醒了 我們趕快辦吧 這就是 這就是真實的情況 我跟你講 我要調一下資料 當天酒駕了多少 馬上處理有多少 只有一個 所以全部處理 只有他一個 而且我跟你講 我認為江春嵐現在去新加坡 是有問題的 不是因為他酒駕 而是 慧琳如果現在沒有結婚 慧琳我介紹你一個帥哥 不過我跟你講 他剛剛涉及性騷擾 不好意思 你願意接受嗎 當然不願意 我跟你講 是這個動作惹惱了新加坡 而不是他酒駕 你明明知道我是個嚴刑重罰 尤其對喝酒 對酒駕 有這麼嚴重的處分 你現在有個酒駕的代表 到新加坡來 自己犯了法 你還問我派來好不好 是你白目還是我白目 所以新加坡我跟你講 不回應你就慘了 不回應表示說拜託給我 這種東西你要問我 就跟我介紹 慧琳一個色狼一樣 介紹你當男朋友好不好 你說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動作非常的白目 所以你還想派江春 我覺得問題就大 其實如果是在西方國家 就正常的民主國家 一個政治人物 只要是涉及酒駕 他的政治生命 差不多就sayonara了 因為在美國 事實上在美國 你酒駕就 人家是把你當成是 你是預謀殺人 因為你喝了酒 你坐在車子裡面 你開出去 你就是預謀殺人 所以委員 一方委員 一定對國際上的了解 你覺得事實上 他去得了 他應該去嗎 我們是甩新加坡一個巴掌嗎 你舉個例子給我聽聽看 選擇哪個國家的駐外代表 就外交官 被酒駕 然後在法律程序 不管完成或沒有完成 剛剛才發生 然後可以到國外去當 人家的駐外代表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因為酒駕這種東西 已經變成人民公敵了 你看這個媽媽 這個鄭醫師的媽媽 鄭醫師是一個醫師 太大的醫生 你知道培養一個醫生 他讀書 光醫學院他要念多少年 他出來就被一個 喝酒的人給撞死了 所以他媽媽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讓很多酒駕的受害者 有同感 所以你現在一定要把江春藍 排出去 對這些受害者的家庭 對他們本人就是個羞辱 而且我覺得李大偉 非常不專業 剛開始他講了 住他的新加坡的這個任命 是不變的 然後說我們已經告訴了 大概記者問 所以他講我們已經告訴了 新加坡住台北的辦事處 代表住他們已經立刻告訴了 這個新加坡政府了 那新加坡 我看了一下新加坡的媒體 都沒有反應 說這種話就是說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No news is good news 我告訴你 在外交界 No news is bad news Very bad 我可以告訴你 你去想想看看新加坡政府 收到這樣的東西 真的是哭笑不得 開酒駕的這個人 是你們的人 而這個人現在派到我這裡來 現在你來問我說 他可不可以來我新加坡 我怎麼去回答你 怎麼講 我怎麼去回答你 如果說好 你來 我們還是很歡迎你 那我新加坡這些酒駕的人 我未來怎麼辦他們 對 我們新加坡人不能酒駕 一個外國人可以酒駕 酒駕還可以派到我們新加坡來 當代表 我們新加坡是怎麼 三流的國家 四流的國民還是怎麼樣 所以這種東西問都不要問 你了解我意思嗎 你應該今天新加坡講說抱歉 我們現在要派來的這位代表 真的很優秀 可是真的很不幸他 剛好就有點酒駕的問題 我們給我們 容許給我們一些時間 我們派一位一樣好 甚至更好的人 來這邊當代表 讓兩個人關係能夠提升 好嗎 新加坡一定會說 你真的很懂事 你就一定要說破嗎 外交官處理事情都很優雅的 都講究身段 用字都非常的含蓄 很客氣的 人家沒有反應 就是等著已經打你耳光了 你竟然還要苦苦的等 所以我說這個 不過這個問題我認為是 大概蔡政府也知道沒有辦法了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政府這樣的一個做法 他們也應該感受出來了 感受出來以後 你硬要派過去那就很簡單 你去哪裡以後 到新加坡以後 新加坡政府就把你冰凍在那裡 所有的正式的國宴不會有你在 正式的公開場合 請你們派副代表來 我們不派你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馬中文像對付過人家 這在全世界都是有 這個是變成自治作業的一部分 有一個日本的一個 駐台灣的代表叫栽藤 跑到一個大學去演講 說台灣的地位還未定 就意思說我們還不能 算是一個國家一樣 你知道馬中文怎麼對付他嗎 你不回去對不對 我們很不高興已經抗議了 你日本之後還不召回對不對 好 今後所有的活動 外國使節們要參加的這種活動 栽藤代表你不能出席 我的邀請案直接給副代表 不給你這個代表 所以到最後他只有摸摸鼻子回去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 你要把這個人 一定要塞給新加坡 我跟你講 自取其路 我覺得為了江春男好 我就去安排他別的位置 過一陣子以後 半年一年以後 你再找一個外放的位置給他 你現在硬要把他放過去 他在那裡 好像那個針 屁股吃到針一樣 他是坐立難安的 人家就把他當作一個 有問題的人物這樣子 不讓他參加公開的場合 要見哪個官 哪個官就不見你 你叫他怎麼坐得下去 其實江春男從黨外運動時期 他就開始參與政治 也就是因為這樣跟民進黨 建立了很長遠的一個 幾乎國師的一個關係 我小時候也買過他辦的黨外雜誌 我是覺得 我真的真心的勸告江春男 一個人活到這把年紀72歲 其實你的名譽 你的臉皮真的要顧 這個駐外代表 駐新加坡代表 你能當一輩子嗎 你為什麼不站出來 光明磊落 像一條漢子 我江春男對不起 我對不起栽培我的人 我真的 我不要去做了 這樣每個人都跟你鼓掌 為什麼一定要去做 他本來應該禮拜四 就是要去新加坡就任 所以他才搭啦啦的跟警察說 我明天早上有要事 你辦快一點 他還這樣子 志賢 您講這個話 真講到了我們很多人的心聲 因為確實 江春男比名司馬文武 他在台灣的整個新聞媒體界 是一個大家很敬重的前輩 他在台灣這個 從過去民主轉型 威權時代過來的時候 他當時也有他的貢獻跟功勞 所以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人 事實上他在貶政府時代 他也擔任過國安會的工作 照說他對於剛才裕芳兄講的 國際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新加坡的反應 他是不可能一無所知的 再加上他是很資深的媒體前輩 他也不可能對這樣子引發的 國內外的輿論 民情的反應 他不可能完全無感 我覺得一個人 我們常常會講 最令人難堪的 就是叫做晚節不保 你不管你年輕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貢獻 豐功偉業 可是你人對你的評價 你會跟你到老的時候的 最後一個身影跟動作很有關係 譬如說我覺得江春男 他在想什麼 他也知道他72歲了 他可能覺得 他的人生如果有機會住外 有一個外交官的光環 特別是住新加坡 就這次了 這次沒有了 他就永遠錯過 可是你也不會想到說 你如果是這樣子應賴著 硬拗的 硬在一個明顯的 損害中華民國的利益 跟中華民國跟新加坡的關係 都會因為你硬要去就任 而民進黨相怨 不敢就停止你的任命 然後把這個關係 弄得非常的尷尬 然後讓我們的國人 覺得很沒有臉面 你如果這樣子 你的晚節 大家對你的評價 以前你做的那些努力 你在新聞界的地位 大家會記得嗎 大家以後想起來就說 那個江春男就是那個 酒駕了 酒駕男還硬要去做 新加坡那個大使 丟我們臉的那個人 其實台灣的社會是很寬容的 如果他站出來很有風骨的 像一條漢子 就放棄了 其實你也去不了了 你去得真的太難看 他去了可能也很快就得回來 然後你就真的就主動就放棄了 其實台灣社會很快就原諒他了 可是問題是我們前面看到 立委不該去的去 該回來不回來 然後巴在那邊狂吃狂喝 然後再來看到 江春男那一點點權力 那個位置放不掉 其實是有所本的 因為我們看到蔡英文 他連吃飯都要聘個御廚 然後人家講他的時候 6萬塊御廚 他說他們的反應是說 這6萬塊是蔡總統自己出的錢 可是董哥你記不記得 以前蔡英文在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他當官 陸委會主委 跟行政院副院長 他的特別費 本來是用來請客人的 他的特別費是長期用來 買他自己的早餐吃的 一個千金大小姐 蔡英文家裡多有錢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可是他當官的時候 他吃早餐 要用我們老百姓的血汗錢 我很合理的懷疑 那個6萬塊的預除的錢 到時候會不會又是政府報銷 或者是有金主去貢獻 他還有國務部機要費不要忘 對 搞不好就拿去養那個人 然後就說那是我自己的錢 民國96年5月20號 蔡英文從行政院副院長卸任 5月21號第二天 他自己跑去台灣銀行辦18% 親自去 親自去還簽名 因為法律規定要親自在櫃台簽名 可以調入影帶 是 你說他是不是很看重這個 當然是非常看重 民進黨 政務這些人都看重 江春藍也很看重 江春藍人家給他好幾個位子 他都不要 他自己挑新加坡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是整個亞洲國家 最西化的 最西化的 對不對 這裡事少全都離家境 回到台灣4個小時 國家又進步 然後什麼都通 所以他自己挑 你說他要不要去 他很想去 問題現在人家不給他去 一江春水要當藍子漢 不要一江春水向東流 你看江春藍 他現在練練不 自己很見練這個位子 然後不放 將來是不是很丟臉 過去 你剛剛講兩本雜誌 一本叫80年代 一本叫軟流 國人不會給他軟流 會給他寒讚 誰要給你軟流 你為了這個位子 然後把國家形象 把他葬送到谷底 這個黨吃吃喝喝都免不了 但是沒有像他們這麼惡質的 我就要去跟江春藍 把我以前小時候跟他買 黨外雜誌的錢要回來 我怎麼知道他會這樣子 但是他們執政的就是我 該輪到我享受了 對不對 過去國運郎 你每天罵他黨產罵他什麼 這些人吃別人的是不手軟的 今天我們所討論這些都是用到國家的錢 你看我們那時候 謝忠廷去駐日的時候 然後人家 他們就放出消息 駐日代表處都沒有什麼錢 去很辛苦 很怎麼樣 講了半天 去那邊吃吃喝 結果謝忠廷怎麼告訴記者 說你們記者也有吃 我也有請你們 他馬上徵懷了 就不要再給我寫了 就這樣 你看蔡英文 蔡英文你看請這個6萬的義徒 我們應該做個標題 6萬義徒跟中興便當 VS 對 他現在怕人家講話他就封口 後面做了多少手腳 你知道嗎 這個新聞是他自己公布的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燕躲起來了 然後他們對外面放消息說 那是媒體寫錯的 然後記者去訪問那些配合的 那些餐廳跟五星級飯店 每一個人都封口說沒這回事 怕人家講話他就封口 後面做了多少手腳 你知道嗎 這個新聞是他自己公布的 他想說很溫馨 我自己出錢 結果外面二平 廬山倒海來的時候 就趕快封口 封口前面還要講說什麼 人家他很孝順 因為他們他媽很喜歡吃客家小草 這個藝廚很會做客家小草 各位朋友你光看這張圖 我就覺得很不健康 前面四個全部是肉 這小朋友很崇拜你看到 你看蔡總統四個全部是肉 炸的肉 滷的肉 結果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因為輿論反應太差了 結果他們現在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燕躲起來了 然後他們對外面放消息說 那是媒體寫錯的 然後記者去訪問那些配合的 那些餐廳跟五星級飯店 每個人都封口說 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天啊 我們台灣已經變成這樣子嗎 可是吃吃喝喝還是一件事情 最可怕的是 吃吃喝喝的背後是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那才 江春南放不掉的 不是那天吃吃喝喝而已 是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權利 錢 很好用的 蔡英文總統這樣上任之後 你看看有多少的位置可以安排 好 就來看到今天法務部所公布的 一省檢察官升任的名單 總共有22個人當中 有一位備受矚目 他就是市林地檢署檢察官 蔡元氏 為什麼備受矚目 因為他就是蔡英文總統的侄子 除了蔡元氏之外 還有一個人 就是林璇當時的 第一波所公布的 閣員名單當中 就出現了林美珠 她是當政務委員 林美珠是誰 她就是蔡英文總統的表姐了 當初大家還在質疑的時候 林璇還說沒有問題的 而蔡英文總統 也不是她提的 她說是有人來幫忙 所以這是為了這個事情 蔡英文總統也是有迴避的 這是沒有什麼道理 林美珠是誰 她說其實她的背景 她的學經歷其實都很好 因為她當過內政部次長 也做過中選會的秘書長 而且還曾經是嘉義縣副縣長 好 這是蔡英文總統 她的親戚 但是相對的 我們來看到 馬英九總統剛剛上任的時候 害了三個人失業 是誰 就是她的太太周美清的何姑 看到她本來是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 信託公司的法務部長的主任 辭掉了銀行的工作不說 她連NPO費力組織 這個多安社會基金會的董事 這個工作也都辭了 好 除了周美清之外 還有就是馬以南 這個馬英九的姐姐 連中化之藥關係公司的 副總經理也都辭了 關係更遠一點的 包含了這個七舊周韋琦 他也辭了聯華氣體董事長 因為這個公司 跟中油的國營失業 是有業務上的往來 好 比對一下藍綠之間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 她的裙袋是不是特別的長 為什麼你當總統 你的太太要辭掉你的工作 連你的七舊 連你的姐姐 我覺得是七舊 不是 所以我跟你講 周韋琦講過一句名言 我到現在記憲很深刻 他說對不起 我姐夫一個人當總統 我們全家失業 包括他跟他姐姐都要辭職 他們是被馬英九總統逼著辭職 不是 他老婆沒有逼 可是這個弟弟是被他逼著辭職 因為他希望不要扯上這些 這些所謂的利益關係 所以這個很麻煩 你知道嗎 師誠 螞蟻男為什麼不得不辭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多少人在攻擊螞蟻男 因為你在中化製藥 所以你走內線 你如何如何 沒有的就說得跟他有的一樣 他當然他乾脆就辭 辭了你沒話講了吧 我不做了 那人家他們都不用 他的侄子在士林地檢署 立刻升官了 升主任了 我不知道他的學經歷 他在裡面的表現 是不是應該 可是有趣 很好 你記不記得蔡英文上台以後 上台之前 我忘記他說升官發財 請別走我這一路 還記得這句話嗎 請問一下何暖軒 當了華航的董事長之後 升的官裡面 有沒有很多裙袋 請問一下有沒有 包括邱營的弟弟 有沒有 這些哪裡來的 請問一下這些哪裡來的 張善宏的 張善宏的 這次至少兩三個是有裙袋關係的 你顯然不避諱 你知道非常不避諱 你知道這個蔡英文那個裕廚 我就想起了 他在競選之後 非常感人的故事 在去年的11月15號 他播出一個影片說 有一個年輕人 一天只花60塊左右 就算很想吃香噴噴的排骨飯 還是會覺得吃三明治就好了 所以他非常感受到 這就是怕台灣經濟的大問題 所以他的手根 就希望這些人能夠 以後經濟生活 他只是沒有下面再加一句 我當選之後 只要我當選 我一定請一個 6萬塊每個月的御廚 來好好的吃一頓 他不敢講這個話 所以你看選前選後 完全是不一樣的嘴臉 當然選後以後位置那麼多要分 現在他們很痛苦 我們要同情人家 可是都有分到我 不是 位置太多了 要分的人太少 所以他們現在很麻煩 數分是不是有多少位置可以分 我們昨天剛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今天好好仔細來看 我在看到這位置真的是超多的 而且薪水滿高的 看到單位包含的第一個 就是招鋒金 定義金 台灣金 土銀 這就是公股銀行 因為這些銀行的業績 技巧都還不錯 所以在董作 他們的薪水都比財政部還要高 財政部長還要高 而且他們是不需要到立法院 去備詢的 年薪都超過了300萬元 還有房屋的津貼 還有其他的交際費 所以看起來真的很不錯 選舉的時候 還可以擴大選舉的進賣 另外除了銀行之外 還有證交所 旗交所 還有經濟部旗下這些油電 糖水的董作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有錢 還有地 另外還包含了 台北伊林鴨 圓山飯店 中華郵政 台灣高鐵 真的是位置很多 因為這些都是台灣指標性的產業 管理階層的待遇 當然都很不錯 各位觀眾 我們現場的來賓 大家口水都流滿地了 棕油現在因為綠營在高雄市 已經地盤穩固 他們要求棕油要把 總公司搬到高雄市去 所以高雄市長以後管得到中油 中油多大 然後中油董事長過去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固然當然是國民黨執政 當然是國民黨執派 可是你多半都是還是派一個 專業背景的人 大部分都是經濟部的 這個部長次長下來轉變的 結果陳經德是誰 他是新潮流的 他是一個標準的政治人物 直接就派了 然後你看 經濟部還管了什麼 除了中油 還管台糖 台岩 台糖跟大家複習一下功課 我們注意一下 台糖有弊案 當時新潮流的大哥 華濤的大哥 吳乃仁 就因為他搞了一個台糖弊案 就入獄 本來民進黨的立委 洪其昌也要入獄的 這個董哥很熟 後來就不用 他們搞掉國家 就搞掉幾十億 因為我們司法一路放水 他們被判刑已經定驗了 還可以再審 他為什麼要入獄 是因為他搞掉台糖的地嗎 四億多 搞掉四億多 就是把原來租他們台糖的 那個金主 叫潘忠豪 村榮公主 新潮流的金主 就把台糖的地就欠價賣給他 豬就變成賣 賣了以後 他就費錢給新潮流的人 這樣的話 中油 你還有多少地 有多少好康 可以給你自己的人 所以他們都是國家養大的 我不是 但是你看他們多厲害 記得林文彥 林文彥那時候受無奈人之偷 把國賓堂原來黨產 叫台本公司 然後說把這家公司把它弄起來 後來林文彥把弄起來以後 吳乃仁找他女兒去 要接董事長 吳乃仁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欺負我 我幫你弄起來 董事長可以把我擠走嗎 吳乃仁說 文彥兄 你不要吵 我們已經執政了 我叫蔡英雄 喬個國營失業的位置給你 就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怎麼把這個國產 吃乾抹鏡就這樣幹了 所以吃乾抹鏡的東西很多 慧玲 你對台電很熟 台電也很多地 對 如果有金主要照顧一下 也可以 然後這邊公股銀行 有很多錢 很多地 很多貸款 不可以貸款了 我也可以貸款 沒有錯 直接政治人物就接手了 肆無忌憚 你不管是從這些立法委員 到日本去吃吃喝喝競爭團也好 或者是從酒駕者 要派到這個 他們心目中彼此大的國家也 出任這個酒駕的代表也好 你通通都可以看到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就酸掉 不然你是要怎麼做 就是肆無忌憚的一種 這種心態 你剛剛講到吳乃仁的 那個女兒台本 台本不就是黨產嗎 記得嗎 最先是國民黨黨產 黨產 然後他就說 你誰敢去買國民黨黨產的話 我就會跟你沒完沒了 好 最後逼的 台本就是見價的 給了這個 給了這些民進黨的人 不過是這麼回事 現在又故技仇師 現在是 既然是民進黨的人在抓台本 他就不是不當黨產 他就不是不當黨產 他是很當的黨產 所以他們為什麼這次到日本 去肆無忌憚 因為好不容易你看立法院 不當黨產條例過關 以後我們就躺著吃 躺著喝 也沒有一個有利的在野黨 再來監督我們 而且我們的支持者 是不管我們做得多難看 吃上有多惡劣 他下次還是會召蓋民主進步黨一票 所以有什麼關係 就自己人通通把它分一分 分得還嫌晚了 還想把林權趕下台 因為你愛在那個位置上 我們好多東西都還沒分到 你是怎麼做事的 效率這麼差 台灣現在其實是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兩岸關係現在陷入 已經冰河時期了 注意 我們現在已經其實在外交上 已經非常危險 大陸 你不要看他不講話 剛剛林立方委員講 在很多微妙的關係的時候 沉默跟不講話 其實是最危險的 就是一種表態了 現在我們正在面臨到 9月27日到10月7日 有一個國際民航組織會召開 過去幾十年來 其實台灣一直沒有機會可以參加 馬英九2008年就任之後 一直努力跟大陸建立一個 友好的關係 平和的關係之後 一直到你看2008年到2013年 努力了5年 終於在2013年大陸首肯 我們才可以用中華台北去參加 當時民進黨很不爽 說你為什麼用中華台北 你為什麼沒有照顧到台灣的尊嚴 可是現在民進黨放出消息 說主動放消息 說我們已經努力低 我們要去參加 這樣如果大陸不給我們善意的話 那是大陸不對 可是國台辦的發言人 馬曉光講得很清楚 馬曉光說 你沒有一個中國的原則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讓你參加 民進黨又趕快又弄 美國國務院說 我們支持台灣參加 這個ICAO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 可是美國也講 國務院也講 希望你們兩岸是有一個和平的關係 可是民進黨就說 美國支持我們 他就不講說 美國要你們兩岸有關係 事實上更危險的事情是 民進黨不告訴我們 請各位注意 我們獨家掌握這個消息 梵蒂岡 大陸的主教任命權有解 因為梵蒂岡現在跟中華民國有建交 是因為他跟大陸在那個宗教上面的問題 沒有解決 他們現在已經解決了 他只要一解決 他可以任命大陸的主教的話 他可能就跟大陸建交了 大陸為什麼要跟他建交 就是給你蔡英文難看 是不是 永平 這是台灣的前方之警 可是民進黨跟蔡英文 他們後方警示 這麼多位置在分 他們只要這樣就好了 我們台灣垮下去 應該叫最好 現在兩個多月最先發生的 就是陸客真的不來了 你的經濟真的下滑了 台灣去了原本很順暢的 什麼農產品的什麼採購 各種養殖漁業的採購 是真的受到阻礙了 還不要講還有太平島的事情 那接下來是什麼 梵蒂岡這個事情 我是真的非常的憂慮 我覺得接下來 因為兩岸關係 沒搞好的結果 我們很可能 連前民進黨的副總統 宇秀妍都突出警告的 雪崩刺的斷交 很可能是下一波 我們會看到的非常 梵蒂岡這個事情 我是真的非常的憂慮 我覺得接下來 因為兩岸關係沒搞好的結果 我們很可能 連前民進黨的副總統 呂秀妍都提出警告的 雪崩式的斷交 很可能是下一波 我們會看到的悲慘的情況 民進黨只是在放消息說 你看說 蔡英文趕快先放消息說 這個國際民航組織 可能大陸會打壓我們 所以他一直就說 如果我們到時候去不了 你可以去罵阿公 都是阿公的陰廟 大陸很清楚 你先確認一中 中華民國憲法也是一中 你不確認 你不要 你要搞台獨 你又要怎麼樣 而且一方委員 事實上大陸的IC 要組一個超級國家隊 很多人說 蔡英文說 我們要國家主權基金 我們要國家隊 他這個國家隊裡面 任何一個最小的公司 都比我們的公司 全部加起來還大 然後當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他就把台灣認為說 你也是我們國家隊 所以大陸13億人口的市場 我們可以分一杯羹 那你如果不認你是中國人 我們自己參加都不夠了 也不可能給你打光 這是他的經濟戰略 他是有一套戰略 你說一帶一路這些什麼的 他這個戰略都很簡單 就是說我就給你 我就拿錢來砸 我有錢就可以找到人才 我有錢就可以找到最好的設備 其實IC有時候 除了是人才以外 設備也非常重要 他是全世界60%的IC的市場 在大陸 可是蔡英文他們只在乎的 政策是這個 他們只在乎分位置 大陸經過這麼多年 也變得比較務實 他只有助有力的部分 還是經貿 他就經貿來跟你搞 把你錢給吸走以外 把你的市場也斷掉 這個台灣就垮了 其實台灣也有國家隊 我們過去台積電 就是我們政府一力培之起來 可是台積電都要到 南京去設廠 他都要努力把自己 變成大陸的國家隊了耶 然後我們的聯發科 我們國家隊 不要忘記了